南山人寿劳资双方争议多次协商不成 今天工会在南山人寿总部前丢鸡蛋抗议 一度跟警方发生了推击的冲突 工会再度要求资方对业务员撤销告诉 不过公司要求业务员接受承揽身份认定 撤回劳退申请书 双方还是没有交集 工会扬言再度发动抗争 拿起鸡蛋往招牌上丢 还跟警方推起冲突被举牌警告 被公司提告的南山人寿业务员 在出庭这一天来到总部抗议 有台中和高雄来的工会成员特地北上声援 警方一早就在大楼外驾起巨马戒备 南山人寿公会指出资方未规避劳退新制提拨 不承认与业务员的雇佣关系 甚至对业务员提告 公会要求资方撤告并归还供基金 恢复公会干部的劳工身份 却一直得不到公司的正面回应 在行政法院的判定南山人寿的业务人员 跟南山人寿之间就是雇佣关系 我们不管这个合约里面写委任写承揽 任何取巧规避法律责任的说 的这种写法我们不管 只要我们业务同仁 他认同他跟我们的合约 是承揽委任的合约关系 那而且也同意撤回劳退申请书 其实公司自然不需要再去跟法院确认 跟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 南山人寿指出走诉讼程序 只是为了厘清法律上的争议 目前13位诉讼业务员中 已经有部分接受公司的立场 同意公司认定和业务员是承揽契约关系 也会继续和业务员沟通 公会则强烈表达不能接受 扬言未来只要开停制 就会再度发动抗争 记者欢迎入庄志诚台北报道